開源與植牙軌 好 那感謝大家來到開源與植牙軌 那我是主持人Jeff 本軌的宗旨是在分享開源與植牙如何結合 那CoastCup通常比較多軟體工程師參與 我們都希望能帶給 我們希望能帶給匯眾更多元的植牙旅程 因此有了開源設計軌 以及邀請不同專長的人來分享軟體植牙 那也想讓大家知道 不是只有軟體工程師才能從事開源 本廠獎者已把原先是後端工程師 那但是之後改變植牙投入了UX領域 那讓我們一起來了解 UX在做什麼事情 以及該如何成為UX壓吧 那就是我們來歡迎獎者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就是 好 我叫伊法 然後 我自己 就像剛剛那個 Jeff他介紹 我自己本身 大學是念資管系 然後 我還記得在寫 在資管系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有知道寫程式 然後但是寫程式的時候 那我都是坐地來的 哈哈 我在Gent只有2.5年 就是跟大家相較起來 那Bugent那時候我在做什麼 我在加上市上貴人公司 然後 我們是做主集版 然後在做內部系統 然後對於一個 在學上念書的時候 其實是做地來的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太挑戰了 結果後來 然後 後來呢其實是一位 一個前輩 他那時候我才剛進去 沒多久 大學剛畢業進去 沒多久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現在出一個考題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有一個師父 他的膽 然後但是他突然間 他被徵召了 沒有啦 他突然去大陸出差 頓時 我就沒有人了 然後呢 我同事 另一個同事他非常好心 他寫VB.NET 後段嘛 對不對 如果大家對後段有了解的話 然後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 我那時候 我進去的時候 我們 我師父是說 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寫Java 一個是寫Zshop 然後呢 他選擇了Zshop 他說80%跟Java很像 然後因為我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被 貝爾薩 好我就開始學Zshop 然後我剛剛講嘛 就是我師父他就出差 他也去去了兩個禮拜 然後這兩個禮拜 我過了水生活 然後因為呢 我有一個很善良的同事 剛剛提過 他說他寫 他是VB 他寫VB 然後呢 他就說 他就出了考題 他非常擅心 他就出了考題 我忘記那個考題是什麼 他就出 他出了之後呢 他就說 你中午12點以前 我們再來討論 看你寫得怎麼樣 哇我傻眼了 我想說幹怎麼辦 對於一個好事作弊的來講 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其實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進店公司 我也是一頭霧水 然後好 然後結果後來就變成 當然嘛 我不會寫啊 我連 很簡單 Hello World都寫不出來 你還叫我 天啊這什麼東西啊 對我來講根本就兩個世界 後來真的中午了 他還驗熟 好慘 奇蹟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他講說 他就是講 他就 他講了一段話 我們那時候辦公室 稍微比這個大一點 然後 然後 對比這個大 然後那時候辦公室大概五十個人 那一層 那一層樓 然後他就 他一看完之後 他就 他就說了 你到底是白癡還是智障 這麼簡單的東西 你都不會 你來幹嘛 就這一句話 我就震驚了 我就 就是這樣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結果後來晚上回家 當然哭啊 一定是哭嘛對不對 因為 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在那邊啊 因為一頭霧水然後會被罵 結果後來呢 就那天晚上 就 我本來想要自己 因為我覺得這真的太難了 這什麼腦袋啊 這真的是太困難了 後來簡直就是第一 但後來我想了一下 不行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 讓他覺得我很厲害 我一定要總有一天 讓他 站在我的面前 跟我說 EVA我覺得你現在可以獨當一面 非常厲害 就這一句話 我第一年 就他這句話講完之後 三個月 我突然開竅了 C-Shop那些我懂了 然後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 我們當時是用Oracle Database 我還得學會 Sore procedure 然後跟SQL語法 但是我先 一步步來 我先三個月之內 我先把C-Shop大概搞懂了 大概已經可以寫出一個頁面了 可以把 Data跟 Web 跟網站結合 然後 後面的這一整年開始 我每天早上 6點上班 12點下班 每天過年如此 我沒有給自己放過假 一整年 365年 365天 所以呢 第二年開始 我真的可以自己寫 包括資料庫結構架構 整個所有的東西 然後把它串起來 然後呢 接下來是系統開發 就整個 就是做公司內部網站的系統 就是 有很多 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 公司內部不是有很多不同的部門嗎 然後他們要來使用這個平台的時候 他們要可以 角色切換身份 還要有全線管理 這如果當初資料結構沒有 DP沒有設計好的話 你後面再改 就哭吧 這就是一個大工程 所以那時候我就學到 原來DP的世界就蠻好玩的 你怎麼架構 其實確實是一件很有趣的東西 然後 我也沒想過我自己把它搞懂 就真的有一天 那個同事 他就真的跑過來 然後他就說 你知道我真的覺得你很厲害 你現在可以 寫出一個系統 聽到這句話之後 我就說好我要離職 就兩年半之後我就離職 就差不多算算時間剛好 我就真的因為這句話我得到 然後我就離職 但是其實我離職的原因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 那時候我們在設計頁面的時候 我是後端工程師 可是我們沒有前端 那時候還沒有這種觀念 就是沒有這種知識 就是前端跟後端要分開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開始怎麼做 那時候呢就是後端當前端有 就是HGML跟CSA也是 天啊也是一個痛 然後再加上如果 因為我們當時的網站是多國語氣 我們的多國語氣 是用資料庫去做切換 我們是另外用另外下載 就是另外開檔 我們是用DV去做切換 所以就會變成 你在頁面上設計的時候 假設中文謝謝兩字 可是英文thank you的時候 你如果版面沒有控制好 他可能就會跑版 那當時設計網站的是行銷team 他就說 啊這字串變長了 不是應該是你們程式的責任嗎 嗯 可是你沒有考慮到語氣的問題啊 那也不是我的問題 那不是應該是程式 要替我解決的問題嗎 聽完之後我傻眼 所以我出了幾個solution 一個就是字變小嘛 一個就是咖字嘛 一個就是真的讓版面爛掉嘛 不然我要怎麼辦 他之後他就會覺得說 這根本就是程式的問題啊 我就覺得聽完我也傻眼 所以我那時候當賽就說 我沒有說 但是我在心裡murmur 我就說設計有這麼難嗎 就這一句話 然後剛好時間其實也差不多兩年半 我就真的出國 然後出國之後其實我沒有 然後一開始就唸UX這方面的東西 專業知識 我其實是先去唸語文 然後我本來是要考CS Compute Science的正常 因為畢竟背景是工程師嘛 就會覺得 那應該要去唸一些CS的學位 結果後來 剛好班上有一個台灣同學 他就說我要去唸哪一間哪一間學校 因為他想要當 他想要拿到學士學位之後回來當老師 學校老師 教美術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好吧 我就無聊就陪他去看 結果後來學校細索一本書 然後就在簡介 他也不是完全簡介UX的東西 然後他只是在講說 就是 你可以把它做 就是你可以 做一個網站出來 就是類似這樣 所以我也沒看 我也沒多想然後我就去 我就去申請那間學校 然後那間學校在過程當中 其實他也沒有教你什麼是UF 完全沒有 然後他讓我震驚的是第一堂課 為什麼 因為第一堂課開始他就說 你們現在只有一個功課 就是你們去 你們也可以去 你們去外面隨便選一間 你們喜歡的店 餐廳也好 服飾店也好 音樂廳也好 隨便 你去看 他們來的客戶是誰 你去看 他們的擺設是什麼 他們的音樂是什麼 大家知道UX要探討什麼東西嗎 使用者體驗 使用者體驗是什麼 使用者體驗是什麼 你們喜歡來參加Coffee Cup的活動 為什麼 那當然這個為什麼包含了很多 可能想要學到一些技術 但是學到技術的地方 還有很多其他地方 對不對 就是 比如說整個活動 它帶給你的體驗 它是帶給你的感受 是如何 就是這一整串 UX在帶想的東西 然後同時其實我也是WTN Google官方 WTN Women Techmakers 還有GDG的成員 我們在講之前 先講這個 UX UX它其實有一個circle 這circle其實是那時候我在念完書的時候 我跟當時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這幾個夥伴把它制定出來 我們把它稱之為UX Life Circle 簡單來說 你看上面那個黃色的 就是analysis跟research 比如說你今天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先 不管你今天是要做一個小project 還是你要出去玩 其實你都會先做一些research 你做了一些research之後 你就會開始去提出一些plan 或是你會去定義一些東西 然後接下來你就會開始去實作 那實作可能會包含 如果以軟體設計來講 可能就包含design跟開發 然後最後呢 你就會去驗收嘛 比如說你這區去玩的旅程回來之後 你覺得感覺如何 哪一個環節你覺得不好 哪一個環節你覺得不好 你就開始在做 然後它跟UX的質疑有什麼關係 就是它一整個 比如說假設我們今天是做research 或是analysis這一塊好了 它其實跟data人員也有相關 然後跟UX的research researcher也有相關 因為譬如說我們今天在收集資料的時候 你可能會從很多方式 有的人會從訪談 那有人會從data 比如說先已經有一些data數據之後 來佐證 來輔助你 做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那你在定義的時候 其實 其實像定義階段 就是plan跟design的部分 design的部分通常會比較偏UI designer 現在其實分的比較開 UI designer跟UX designer分的比較開 但是其實還有更多公司 是沒有辦法分開 它兩人幾乎是抱在一起 那當然engineer就developers就先不講 因為那就是大家熟悉的地方 那product designer是後來這幾年 大概四五年前 國外傳回台灣 那它主要其實是 譬如說資料分析要做 UI designer要做 然後你UX designer的工作也要做 就是幾乎同胞除了寫程式之外 但如果你強的話 你還可以寫fromhand 也是可以的啦 你就乾脆自己把整套做完 像這樣我如果會backend的話 我可能自己又把它做完 然後它的 它其實job title有分很多種 但是其實每一間公司 它在製定的那個 不太一樣 就是你今天如果 像早期的話 有些UI designer他需要兼 寫千端 現在有些不用 所以 我其實有在block上面有寫 關於更多細節 就是關於這些職位 他們到底想要做什麼 然後如果說像 軟體的話 三個信號是我最近比較常用 因為公司需要 比如說像大家都知道Sketch 那我自己在接案的時候 我其實會用Figma 然後像其實這些 這些軟體 他們其實都有試用版 就是有免費的版本 那有很多 我知道國外有很多設計師 他們會設計一些template 然後他們會upload到他們自己的平台上 然後其實你也可以download下來 然後自己去修改成自己想要的版本 然後像如果以 像如果 以我自己來講的話 其實會比較 Sketch上面其實有蠻多plug in的東西 像有時候我會去看他們 看其他設計師設計的東西 然後把它回來改成自己 自己公司可能 比較快 要的東西 這樣會比較快 然後呢 通常如果以工具來講 剛剛那些是硬體上的工具 那其實我還會分軟體 比如說brainstorming我會用的工具 那brainstorming我會用的工具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對 這是mymap mymap不是只有用在工程上 比如說像現在 我想這應該是設計師那種設計的 但它其實也可以用在你先出去旅遊 比如說 以台灣來講 各大城市 我可以先把它開分之 每個城市列表出來 然後在細項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它應用的其實 mymap主要其實是在幫你在發想 甚至我今天在寫作文 我今天在寫作文的時候 那個題目我到底要講什麼 或是我要寫什麼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用 像類似mymap的方式 去長出很多brainstorming 就是你不管這個方案可行 不可行 沒有差 全部都先寫出來 你才會 你才有辦法去 從這裡面去找到一些 你想要得到些什麼 或是你想要 要往的方向是什麼 甚至是其實也可以拿來做人生規劃 比如說你自己的興趣 我今天喜歡音樂 我喜歡運動 那運動項目就有很多種 音樂項目也有很多種 你喜歡玩哪一類 或是你喜歡聽什麼樣的音樂 然後這個圖我也很常用 大家應該知道這什麼 golden circle 就是他在 他在就是幫助自己做定位的時候 但他其實一開始是拿來是 做用在產品上面 比如說我今天是一個創辦人 我今天為什麼要創一間公司 為什麼 然後開始是說 那開始是說 你知道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 你怎麼做 跟你最後做了之後 有沒有match到你的why 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這可以用在自己的指揚上面 我今天當 我今天當UX設計師 我為什麼想要當UX設計師 然後我做了什麼 跟我最後的結果 有沒有match到 我為什麼想要當UX的自行 就是大家也可以思考 這也是一個人生旅程 就是你可以規劃一下 思考一下 這蠻好用的 但這個會影響到 比如說 我們今天在開發產品 大家應該知道這個叫Persona 就是我們UX的時候 常常會用一些很多工夫 那這個Persona其實是在定義 TA到底是誰 那定義這個TA到底是誰 比如說像 它其實這個版本有很多種 它不一定 它不一定只有一個同一個format 像有時候跟 比如說要跟老闆在講TA的時候 其實有一張表 它是蠻好使用的 這是我在替我們公司在做的時候 我也是拿 我是從 就是我們的investor裡面 我自己是在金融產業 我們的investor裡面去撈data 然後去做一些分析 然後跟老闆去pitch說 我們的TA 就是有沒有符合目前 現在公司想要達標的狀況 那通常TA其實會分三種 科普小知識 通常TA我們會分成三類 就是主要客戶 次要客戶跟潛在客戶 那主要客戶呢 其實你也可以再細分 到底哪些是主要的客戶 因為你把主要客戶做出來 提出來了之後 其實你才會知道說 你今天的產品 是不是有跟 你的TA有相互相成 就是你們在做的事情 公司在做的事情 這樣子我才有辦法去推 或者是說比較知道說 現在大家的方向有沒有一致 通常有時候我們會拿這個去看一些標準 然後再去跟老闆提建議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朝方向 朝什麼樣的方向走 那當然要DATA的輔助 不然有時候口說無憑 老闆也會覺得 他的方向才是對的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 然後這張圖我們也很常 他其實都是網路上這邊 這近幾年有很多這種 brainstorm的書籍 那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今天公司的產品是什麼 然後你會 match到你的客戶到底是誰 然後通常 你的公司的提供的產品或是服務 你是客戶解決了什麼問題 那你解決了問題之後 他們又獲得了什麼附加價值 所以這一類系列通常其實我自己 有時候會做UX workshop 不管是在公司或是說透過 辦一些UX的活動 有蠻多 也有遇過蠻多人 就是有蠻多朋友 會來問說他的職業來規劃 然後我就想說 嗯那好 這張圖也可以拿來做職業來規劃 所以你到底想要做什麼事情 你做這件事情 你幫助你個人成長的話 比如說現在也有人想要開身心靈課程 那其實都還蠻好的 所以就是match到一個對應一個 一個產品 然後對到每一個客戶 每一個user他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跟解決了什麼問題 對應到客戶他到底痛點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就會是 解決他們的問題了之後 你公司一定會獲得額外的一些 不能說是完全金額上的收入 但是有可能是 嗯 一些你沒有想過的 附加價值 然後他 他有可能這個附加價值 又會跟客戶 他可能客戶就會幫公司介紹 宣傳你人家的產品 會變 他是一個 我是覺得蠻正向的循環 嗯 那這個叫my map 不 這個叫那個infathy map 那通常這張圖表呢 其實他有很多樣式 那他其實最主要是說 我今天在跟客戶在做訪談 或是在跟 你要收集data 跟客戶做溝通的時候 就是 你會去考慮到對方的感受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可能講了一句話 對方可能有點不太舒服 或是他覺得很高興 這時候你就可以記錄下來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其實是會間接的 對應到你原本的產品 他有可能因為 拿一些點 他可能就不來用你的 你的產品 或是你的服務 因為有時候 這些data收集的樂器 其實是幫助我們去做分析 那這個是journey map journey map 比如說 我今天去starbucks買一杯咖啡 那這個你去的 從現在這邊 這個起始點開始 你去starbucks買咖啡 你的中間這一段旅程 遇到了什麼事情 然後跟你踏近 找到starbucks 踏近的那一刻 你發現人太多 然後你可能心情就 不是很好 但你可能又很想喝 那種心情就很複雜 所以有時候 對於starbucks來講 他可能就需要這樣子的 旅程圖表 來幫他 紀錄說 他到哪一個環節 他可以 他可以做一些 小小的調整 然後讓大家更來 更愛來買他們的咖啡 像他們常常會做 買一送一個遊鬼 對不對 他們一定是經過很深思的思考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在幫客戶 在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 也會用這張圖表來看 他們中間 到底什麼環節 流失了客戶 什麼時候又增加了客戶 他一樣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那如果說有時候搭配 如果假設我們是做軟體 那線上系統 其實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去做 只是說 就是你要找到TA 就是我剛提到TA 你這間公司或是服務要用的客戶是誰 來做訪談 可以再把這張圖表完成 他可以很複雜也可以很簡單 然後 因為我自己也是WTM成員 然後我剛講 就是我自己會辦很多UX的活動 UX的活動曾經 到目前截至目前為止 暴民最踴躍的兩個活動 一個是滴拉滴的活動 滴拉滴的活動 是那個Designer加那個Developer 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呢有時候 我自己常常在 因為我自己是一直在新創工資 那有的時候 我也沒什麼人討論 然後討論的時候呢 跟工程師討論 如果你沒有工程背景的話 通常有時候討論都會吵架 其實我也遇過很多 我也在agency待過 然後有專門真的是專職只做UI 然後有的真的是專職做UX 然後聽到他們跟工程師對話 我都快暈倒 我想說你到底會不會講話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 有的時候溝通是很重要 就是說你有一些衝突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解決 那有的有些公司 他是設計師先 先跑在工程師的前面 因為他可能要先去畫Wireframe 或是畫一些Markup出來 但其實 但有的公司是相反過來 因為我也在電商帶過 然後電商的事件呢 對我來講就是 工程師先行 那我們要幹嘛 就是照表操課啊 那個頁面那個擺歪了 你就把它放正就好啦 就這樣而已 所以呢 就是 你能改的東西 你要UI或是UX的人 去改流程 這些東西已經不太可能 因為你已經做出來 但是有的時候 像我們現在公司的產品 就是真的蠻工程思維 我已經受到很多抱怨 但是呢 我正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 怎麼樣讓UX比較順 去做這件事 那所以地帶地的活動呢 其實 比較想要創造的是 工程師跟設計師 今天不認識的人 你們來參加活動 然後 我們可以讓 其實我們比較想要看到的是 你們照 你們中間溝通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衝突怎麼解決 只是在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有辦過很多場 第一場其實是設計師 就是早上先到 然後工程師下午才到 那因為就是會有流程上的 譬如說 就會看到很多很特別的案例 譬如說設計師他做自己的 他雖然設計完了 他可能都做完了 但是 但是以工程師來講 他也可能做自己的 然後就會變成兩個 之後來東西不一樣 然後就是設計師跟工程師 上台發表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他們兩個 有點好像不太 感情不太好 像剛剛吵過架 那當然也有反過來 工程師先到 然後設計師晚到 那當然也有早上一起同時來的 這種案例 那因為 呃 七月中的時候才辦了一場 就是 也有辦一場 就是會持續去辦這個 因為其實我們就主要不是看到 就是只要想要知道說 如果當發生衝突的時候 要怎麼去解決 因為畢竟有時候工程跟設計 真的會打架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剛剛提到 有些UX workshop 比較常辦就是 呃我自己會辦 UX support group 那那個東西是因為 我剛剛提說 自己我只有一個人 所以有時候 我需要人家討論的時候 我沒人跟討論 所以我就想說 不如就辦這樣子的活動 那大家 不管是工程師 或是CEO 也有一些PM 都會來參加 然後他們就會把問題帶來 我們就來討論 怎麼解決一些問題 然後這邊有一些書 要推薦給大家 呃 第一本呢其實是 Don't make me think 如果可以買二手書 我記得應該已經 找不到 其實那是我們那時候在教 我們那時候在上課 第一堂課的時候 老師會提 就是他其實會說 他就是說你在做一個網站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讓 就是你們自己也可以去思考 就是你們在 你們在玩別人的app 就是網站的時候 你怎麼樣無腦操作 其實同樣你自己在做設計的時候 或是你今天去工程師的時候 你在寫code 你要怎麼樣讓公 讓你的使用者覺得 他是無腦操作 他就會懂 他其實在講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們真的很想要知道UX 初學者學習手冊 就是可以幫助你們整個 整個UX環節 比如說我剛剛那張圓圈 UX Life Circle 他到底在講什麼 他其實 有很簡單的詮釋 那UX的Strategy比較像是 像我剛剛講的Business的策略 我今天用TA 然後我今天用Value Preparation 那張表 然後來看 到底公司的狀況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最後一本是Global UI 我覺得他比較特別 他其實探討的是文化 然後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文化圖 然後他看的方式是ABCDEFGH 那個是國家 然後他那邊的數字是 數字是情緒 或是一些Emotional 比如說黑色來講好了 那有些 有些呢他就是 有些國家死亡是用黑色來表示 那有些國家是沒有 甚至 甚至是South American 他是用那個綠色來表示 同樣愛也是 如果你來探討愛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用色的時候 其實他會影響到 就是跟文化相關的東西 你有時候用色用錯 你可能就會得罪其他人 就是得罪其他國家啦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也會 UX的時候也會去 就是去稍微做一下研究 那這當然跟 我是覺得跟工程也有一些關係 因為我知道有些工程師 他會自己 他也不想聽設計師 他就自己做 然後有時候我做出來 我也就 你對你跳回來啊 因為 對 會有一些相關 然後 這邊有一些仰賴課程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這些其實都有 嗯 那個 Nielson Roman Group 他是 如果你今天對UX有興趣的話 他們是 算是業界的 國際的權威 那他有證照可以拿 那後面 Coursera是Google最近這一年 他有提供UX的免費課程 那Unity我是有朋友推薦 我自己後面有上過 Interaction Design Foundation 這個 他其實 他們其實對UX的 嗯 就是了解 其實講得還蠻深入的 有興趣可以看看 好 謝謝 我再補充好了 那個什麼 就是自己當工程師啊 背景我覺得跟 UX超重要 因為每一次他們帶 每一次工程 我UX UI Design完 或是我UX弄完之後 其實我已經 我已經把 滴滴 Inside看完 所以我每一次 PM他都會來問我 他還會 PM還會來跟我討論 他說 這東西要怎麼做到 然後有時候PM被虎的 亂七八糟的時候 我就說我加入會議好了 然後有些有時候 常常真的很 常發生 工程師都會說 這做不到 我就說 不是應該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做完 就是 我覺得這是優點啦 那好處就會變成 其實有時候工程 所以後面CTO他都會說 如果工程要跟我討論的話 請跟我講為什麼 原因做不到 一定要講為什麼 不然我會challenge他們 因為 對我來講 資料結構 就很 對我來講很容易啊 因為 就是 我可以看得到你DB的結構 你DB結構 如果你拆得不好的話 你就會影響到整個整體 那你資料如果要在動的時候 你寫Code 比如說像EPI那些 你不是要重寫 你不是要重拉嗎 你不痛苦嗎 因為最小精細度 比如說像D值 大家會怎麼猜 是純成一個一長串的字串呢 還是你們會怎麼猜 有人要分享嗎 我遇過這場多的就是那個地址 這是純成一串 但是有國馬區 有區域號碼 然後有台灣有美國 然後也有 以台灣來講 不是有松山區 或是中正區 然後後面加地址相弄那些 那就會變得很長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要做Data很好的應用方面的話 比如說像有些客戶資料 我只能秀 我只能秀台灣台北松山區的時候 那是不是應該 其實根本不用截取這麼長一段字啊 然後去把用Code把它隱藏起來 那你其實從Db在撈的時候 你只要撈你要的出來就好 這是資料彈性上的運用 所以有時候他們在寫 他們在背後在寫一套 一個東西的時候 它其實會造成 比如說我今天Data在Loading的速度 通常你自己去 你們可以試試看 你們自己在玩別人的網站 在撈資料的時候 你最長等待時間 你能忍受幾秒 其實這有關係 你的程式寫多長 跟你多簡單 跟你多方便 這全部都是一層 串起來的 這全部都是體驗 都是感受 所以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其實有資料背景 工程背景當UX也是 不知道 可能對某些人來說 有點 像我們的工程程度 應該是有點痛苦 但我自己是覺得 嗯 還蠻好玩的 我會分享到這件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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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